好 繼續看到魔術跟藍王的比賽 魔術這裡 威格德兄弟黨很照 Fontz 威格德跟某威格德合進拿下37分 正所謂兄弟聯姓起立斷擊魔術 最後也108比81 輕鬆銀球 至於獨行 俠跟騎士的比賽就打得非常糾結了 就算盧卡丹德斯攻下45分的準大三元也還不夠 因為騎士在決勝節有Messure挺身而出 個人獨攬了5顆三分球之外 還包含一技超級瘋狂的絕殺三分袋 也算你球隊121比119 搶下勝利 魔術出場對決藍王當家主力ProBank Carol 還是因為生病的關係 高掛棉戰牌 但有Fontz 威格德就夠啦 強心切入就燒打你進去 擋都擋不住 再加上一樣是威格德身為哥哥的Morragner 也有超級之後輕鬆扣籃的好球美技 兄弟倆上半場就合力砍下25分 再加上二年之勝Caleb Houston 督秒階段送上這季三分嘗試 魔術半場打完就已經取得了58比44的領先 來到下半場還是要看威格德兄弟表演 Fontz 威格德不只也能在中距離拿分 分球助攻也是沒有問題 總計上場28分鐘 21分5籃板5助攻 至於Morragner則是從板凳出發貢獻了16分 廣軍這裡守不住讓魔術全場5人得分上雙就算了 自己也投不進 全場Fail goal不到四成 當然武力抗衡 最後就讓Juan Saks的精彩 Fay call來個收尾 恭喜魔術108比81輕鬆搶下勝利 繼續看到尼克主場出戰提狐 武陣所謂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大嘴鳥的踢管是來勢洶洶 帶頭的就是Zan Wilson還有Brandon Ingram 兩人上半場加起來有21分進帳 幫助提狐一度取得雙位數的領先優勢 不過大蘋果這裡第二節中段開始也有人砍分回應 板凳出發的Brandon Ingram Brandon Ingram 單節砍下12分 全場20分進帳 再加上半場也有11分的George Hart 尼克成功縮小分差上半場打完47比48 僅要不放 沒想到下半場大蘋果卻突然都找不到損心 單節Fail goal掉到只有三成出頭 提狐則是在Ingram的帶領之下稍微拉開分差他全場南 拿下24分 幫助球隊三節打完取得74比67的領先 感覺比賽是還有得打 不過第四節提狐有人跳出來表示 錯啦 沒得打啦 Tremelphi三分球一顆 接著一顆再一顆 單節100分之百 面中率連標四季三分 但全場26分進帳一口氣 轟滑尼克 幫助提狐115比92 克長一球 最後看到騎士組場跟獨行俠的對戰 但基本上前面都是在看歐洲金銅 Luka Doncic表演 又是一樣大秀他的Luka Magic 就這樣Step-back三分球 然後又是Step-back三分球 全場三分線外11投6中猛紅45分 9籃板14助攻的準大三元 再加上好搭檔Karabin有30分的火力支援 在決勝第四節倒數4分鐘 都還握有10分的底次優勢 你卻沒想到接下來騎士的MAX2 是開啟瘋狂標分模式 前三節只有6分進帳的他 最後關頭手感超級燙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三分球 都是在短短2分鐘之內投進 瞬間讓比賽又回到了拉鋸狀態 加上全場後下31分的Dlamelphi 這顆是他全場進的第七顆三分球 幫助騎士逆轉領先啦 不過毒星霞當然不想就這樣乖乖投降 迫使騎士失誤要回球權之後 Ruka找到PJ Washington 籃下打進又要回一分領先 這下騎士沒有暫停啦 感覺毒星霞勝券在握 但別忘了Sews的好手感 這個超遠距離的咕咒一直 BAM 球進啊 MAXSews第四節五投五中 全是標進三分球 全場哄下七顆外線攻下21分 用這超神奇絕殺 幫助騎士121比119 搶下勝利 好 接下來看到76人跟賽爾提克的交手 費城大軍這裡GOMB 還是沒辦法上場 但別忘了他們有TESMAXIE 他攻下全場最高的32分 也幫助76人一路始終緊搖比分 不過綠山軍這邊可說是人手眾多啊 九龍布朗這場比賽攻下了三十一分 Jason Tayton就是貢獻準大三元的火力支援 中場還是賽爾提克一百二十七比九十九 拿下九連勝 綠山軍賽爾提克主場面對費城七六人 賽季第四次交手 費城一個MB持續缺陣 好消息是有機會在三月底归隊 而比賽一開始 七六人由Buddy Hill 命中兩季三分打頭陣 搶得九比四 先身奪人 但這領先只有一下下 賽爾提克在多點開花的炮火回敬之下 又把主導權搶了回去 Jason Tayton第一節競上九分 首節打完 雙方戰成三十比三十平手 第二節兩隊命中率下降 團隊單節分數 只有二十一跟二十三分 這對七六人來講其實是好事一見 至少將分數咬住 事實上今天費城軍團 增長打了三節半好球 就算沒有頭號球星 依然保持一定競爭力 當然 這跟新生代球星Tires Maxi 有直接關係 Maxi 全場競章三十二分五助攻 是所有人裡面得分最多的橫角色 但是這當中有三十分集中在前三節 所以馬上快轉到第四節 看看發生什麼事 從比數八十九比九十一開始 賽爾提克掀起一波綠色旋風 由全場十三分的Ju Holiday 投籃命中帶頭 綠山軍自此沒再客氣 Jason Tayton隨後把握機會 中間長驅直入 硬是拿下分數 整場攻下二十九分十一籃板八助攻 表現夠嗆 加上Portzingas內線優勢 贊助二十三分十二籃板 還有還有Jalen Brown三十一分的火力輸出 綠山軍末節短短三分半 拉出十五比零一波流 直接將比賽買單 果然東區第一還是厲害 中場比數落在一百一十七比九十九 綠山軍輕鬆獲勝 維持本季主場面對東區的不敗紀錄 同時將近期連勝的場次延續到九連勝 下一場就有機會挑戰本季單一球隊 最長連勝紀錄 好 賽爾鐵克今天贏球之後搶下超狂的九連勝 持續穩固東區第一還有聯盟龍頭的領先位置 可以說是後面球隊想追是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雖然要追短時間內應該是追不上沒有錯 但還是要肯定一下幾支東區球隊最近的狀況 像是今天把面很多靠著咻超狂 絕殺三分蛋 開心 贏球的騎士 正所謂我絕殺 你的絕殺 大獨行俠PJ Washington獨秒階段的 準絕殺上籃已經夠扯 卻沒想到更濃的還在後頭 Metrie還沒過半場就出手的超級大號 五十九英尺LOGO SHOT直接殺死比賽 更是NBA史上就離第二遠的絕殺三分球 這場比賽個人攻下了二十一分 順利騎士驚險 捍衛家園也收下二連勝 至於同樣是東區前段盤球隊排在騎士之後的公路 也在同一天有好消息 面對黃蜂的比賽 Yannis Adel Kumpo聯手Demmeler攻下四十七分 中場攻入一百二十三比八十五碾牙石 贏球 明星賽後笑納三連勝 而談到狀態漸入佳境的原因 字母哥可說是有感而發 Rest, rest, rest. And I think we have time, six, seven days to kind of think, you know, what the, what these coach staff and what the team expects from us. Coming back from the break, I think everybody got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everybody's role and what the, what the team expects from us so we can keep one another accountable. You know, I gotta play better defense. I gotta attack more. I gotta share the ball more. BP gotta be aggressive. You know, you gotta play better pick and roll defense. You gotta shoot the ball more. Like, 有足夠的時間修整討論出最適合現在團隊的方針 才能夠讓現在公路有比較穩定的發揮 然而不管是他們或是前面提到的騎士 還有熱火也是值得一提 今天迎接局名巴勒結束競賽歸來 攻下二十二分九助攻準雙十數據 打贏拓荒哲笑納五連勝 雖然說這幾隻東區前的滿球隊近況都很不錯 但想要追上拍在他們前面的賽爾提克 可是一點都不容易 綠山軍今天打贏七六人之後 近期拉出一波超狂的九連勝 是牢牢捍衛住自己東區第一 還有聯盟龍頭地位 也狠狠甩開分區第二的騎士 一條街來到七點五場勝差 只能說碰上這樣一位大魔王 東區其他球隊想要再更進一步 必須得要多加把勁囉 繼續來關心馬刺跟灰狼的交手 聖城鑽狼Vito文本亞馬 全場攻下十七分十三藍本的Double 不過狼拳的鑽狼表現更加強嚴 NC Airways攻下三十四分 也順了灰狼一百一十四比一百零五 搶下勝利 至於雷霆跟火箭的比賽 LGA攻下三十一分 把籃板帶動團隊共有十一個人 有火力貢獻 中場是雷霆十七分差 主場一球 正安東尼奧馬刺 破克明尼 嘟達灰狼 也是西區盧主對決龍頭的戲碼 馬刺狀元狼Viktor文本亞馬 開賽就上演個人秀 一位丹達轉身冠進籃框 接著一條龍快攻推進 背後繞球打板 可惜沒能放進 但是依舊吸引到裁判的哨音 斑馬展示各種花俏動作 首節有八分進帳 對面的狀元狼Anthony Edwards 輸人不輸陣 連續切入撕裂防線 還迎著斑馬的面大幹上籃 開局揮進十二分 帶領北大荒以二十九比二十一握有領先 來到第二節看到法國大學長Rudy Gobert要來上課囉 單打文本亞馬送上一劑超級嚴寇 要跟小老弟說聲 Thank you very much 比賽在第二節後段出現插曲 蟻人在跑動過程拐到腳踝 在助教的攀扶之下暫時退場 原本以為虧狼的戰力大打折扣 不過少年狼就是少年狼 Edwards在下半場回到場上 而且一回歸就有精彩表現 內切外頭一手包辦 全場三十四分五籃板五助攻 還能時不時飛身爆扣 帶動北大荒多點開花的攻勢 一共有七人至少攻進八分 板燈暴徒Nath Reed也有二十二分六籃板 讓十七分十三籃板的文本亞馬做白攻 中場輝廊一百一十次比一百零五拔掉馬刺 賞給黑山軍五連敗 看完馬刺繼續關心另外一支德州球隊 修士頓火箭踢管奧克拉赫馬雷霆 年輕雷帝Shakelges Alexander 剛開局就不講武德 三分線外拔起來那是小菜一疊 被逼到極限的翻身跳投也是輕輕鬆鬆 SGA首截十分入袋 但是火箭可沒有被輕易擊倒 老將Jeff Green迎著Chad Hongren敗進兩分 火箭第二截準備升空 再把領先要了回來 對面的SGA看不下去決定跳出來 拯救球隊外線拔起來就是一技 全場三十一分八籃板三具攻的全能演出 帶動雷霆的一波流猛攻 Jalen Williams還有Chad Hongren 兩人化身為空軍一號完成阿雷 U的反身倒扣 Williams全場二十四分五助攻 Hongren也有十八分十三籃板 雷霆有十一名球員貢獻得分 最多握有二十分的優勢 中場雷霆一百十二比九十五擊退火箭 效納近期的六連勝 最後看到邁阿咪熱火迎戰波特蘭拓荒者 昨天被禁賽的士官長Jimmy Butler終於回到部隊 只不過一開始卻是阿拓掌握節奏 無論是外圍還是內線 拓荒者都能有效把握攻擊機會 加上南灘大軍又時不時出現失誤 首節是拓荒者以二十八比十五領先在前 來到比賽中段拓荒者的攻勢依舊淋利 Anfernee Simons各種單打神操作 不管是神龍白尾還是抗龍猶回 都能把球放進籃框 全場二十六分四助攻 幫助拓荒者最多享有十五分的優勢 然而對吉巴士官長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抄球成功快攻中扣 再來是中距離的後仰跳投 巴特爾以身作則率領熱火在第三節掀起三十四比二十的反撲 士官長全場二十二分九助攻的準雙十 恐怖泰瑞Terry-Rozier也有十九分的火力支援 南灘大軍下半場即時回省 外線命中率突破六成 中場熱火一百零六比九十六逆轉贏球 收下課場五連勝 這次要特別討論一下灰狼的Anson Edwards 身體素質真的超級扯 今天扭到腳之後不但繼續回到比賽還上演超多精彩好球 最後也順利率領灰狼贏球也持續卡位了席區第一 只不過談到MVP的競爭 藝人的聲量好像就沒有那麼高 甚至還比雷霆的SGA還要再少一點點人討論 不過SGA雖然場上的表現是非常的不錯 但是場下的求生日就沒有那麼強烈了 現在一朵比賽 已經比賽還要超級多的 比賽還要超級多的 充滿自信又謙虛有禮 雷霆當家求新雪哥追Xander 今天帥隊痛擊火箭之後 這段關於MVP的發言相當得體 只不過先前才在情人節當天 順利完婚的SGA 看來在婚姻關係當中的求生欲 是有些低啊 好 我希望SGA是真的會記得要去買花啦 回過頭來還是要稱讚他跟雷霆的表現 勝場數41場已經超過了去年一整年的戰績 最近拉出一波六連勝之後 追上灰狼病列喜許第一 如果真的可以一口氣超車 並保持到寂寞 確實很有機會搶下MVP 不過要追過狼群也沒那麼容易 尤其他們還有一個身體素質超誇張的 Anson Edwards Aros在今天對上馬刺的比賽上半場大概還剩下兩分鐘的時候突然一個無碰撞受傷倒地 透過慢動作重播看得出來腳踝直接翻船感覺扭傷相當嚴重 想不到經過中場休息治療之後不但回到比賽還上演超猛爆扣 最後角出三十四分五籃板五助攻四超級的優異成績 身體天賦真的太驚人 再加上目前場均二十六點三分五點四籃板 加上五點二助攻 還有相當優異的帶隊成績 看來講到MVP人選也不能忘了儀人啊